秀傑凱呢 好 我們再補一下畫面 來 右邊 左邊 謝謝 好的 來 秀傑 好 那我們請工人員安排一下麥克風 我們請我們的工藝大使秀傑凱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秀傑凱 大家好 秀傑凱帥不帥 原不只帥 還有心工藝 是不是 真的是我們的最好男人一個表率 所以我們剛剛在影片其實看到我們這個今年的努力 在工作滿檔之餘 還跟我們海洋娜娜一起去淨灘 那這一次我們淨灘剛好看到 200多人一共消除了636.6公斤的垃圾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那天淨灘的心得 其實這算我正式的第一次淨灘 因為我之前比較少參加過淨灘的活動 但是我有一個習慣就是去海邊玩的時候 一定會把垃圾帶走 然後也會順便把周遭能看到的垃圾全部帶走 我覺得那天最感動的是看到很多家長帶著小孩 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 真的去關心了沙灘之後 才會發現原來我們製造這麼多不必要的垃圾 尤其是一次性的一些塑膠袋 或者是吸管 甚至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瓶瓶罐罐 都是我覺得蠻不可思議 我最...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真的剪到針頭 就是醫院用的針頭 我覺得 怎麼會在海邊然後出現這樣的東西 如果今天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家人 我們身旁的朋友真的到海邊 如果不小心踩到的話 會出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沒錯 其實剛剛修傑凱有提到 其實每一次去 並不是為了每一次去淨灘而捡 其實每一次去海邊 都可以看到身邊有垃圾把它撿起來 不但是為了我們下一代的安全 更是維護我們整個地球的保育 那其實我們剛剛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看到只是一小部分的影片 因為那天我也有去淨灘 修傑凱一個人呢 是那個 你知道走到一個 那個淨灘的邊緣 我們是叫不回來的 我們一直說 可以了可以了 拉不回去了 可以了可以了 但是 我覺得那天 因為我們後面還看到 非常非常落的垃圾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時候的心情 因為 我覺得 可能前面大家都剪得很乾淨 結果發現到後面的時候 又看到更多更多 我覺得 真的是 可能一個 一千人可能都清不完的垃圾 所以我覺得 能去多盡一分心力 然後能多撿一個垃圾回去 都是對這個環境 多一家 多一點愛吧 對 所以其實 裡面六百多公斤 可能你個人貢獻非常非常多 好不好 海洋非常非常的感謝你 當然啦 我們剛剛其實 修傑有提到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 重視環境保育 然後愛護海洋 當身分轉變 剛剛有提到 其實當了爸爸之後 對於環境這件事情的想法 你剛剛提到 會擔心說 比如說看到針頭 小朋友去的話 海道可能危險 那在這個身分的轉變 對於環境來說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感想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因為海洋對我們來說 其實在地球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關係到我們所有的食衣住行 所有的一切生活 那我覺得最直接 我現在家裡有那麼多小孩 我覺得最直接最直接的一個感受 是很擔心等到我們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是沒有這些海洋生態的 他們會從 只能從影片當中 從照片當中 從很多不是真實的動物 或是生態 看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那是還滿心酸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可以把這些東西 永久保存下去 給我們後面很多代的子生物 對 分享對不對 確實剛剛修傑有提到 非常重要一點 其實剛剛大家知道我們 比如說包括塑膠類 光是掉餘線一根 整個地球就要花上600年的時間 才能夠把它分解消滅掉 所以其實 除了我們去淨灘之外 然後我們要把我們這個美好的環境 留給我們下一代 包括四季的變換 那我們覺得 除了我們去淨灘 每年的海洋是淨灘之外 有沒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做起 一起帶領大家 是因為公益大使 我們從日常生活 有什麼小技巧 可以跟大家一起 來的環境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我基本上就是最環保袋 吸管 然後環保塊 然後 吸管環保塊 對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 從這個做起 就可以減少非常非常多的塑料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要把它分類 垃圾要分類 然後盡量減少一次性的 一些塑料製品 這是我覺得 要提醒給身旁的所有朋友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公益大使再度提到 其實從日常的減塑開始 就是 包括我們少用一次性的餐具 然後我們多使用一些環保的 自己攜帶的環保袋也好 環保水壺也好 這些呢 從社會教館的門票一張 大家可以帶著小朋友一起去看 一起去欣賞 小PayPal可以先洩提給大家一下 我剛剛從後面打聽到 好像有玩這個AR就有機會 就是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 非常難得的機會 接下來 來 開始終點囉 這個評審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來 開始終點囉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